娱乐圈恋情向来是秀恩爱死得快 这部随着张新宇和李晨近日在微博上的感言 那则曾经引起极大关注的石头恋就此终结 当事人一方李晨日前现身北京首都机场 情绪低落神情盎然 巧合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张新宇发声明称 一无法再承载李晨对她的好与其分手 自己也给不了对方婚姻 张新宇表示自己的事业是靠努力打拼而来 而非借助跳板 然而张新宇的这番自白 仍未停止公众一边倒的指责 今日各有消息称和张新宇相恋的这一年 李晨可谓是顶住了很大的压力 二人交往时李晨曾豪致500万 替女方从原经济公司赎身 并计划为她成立工作室 可惜甜蜜算盘打得好最后人却跑了 对此张新宇在微博上写道 可以不要再编故事了吗 出500万赎身做工作室 又是哪个知情人说的了 可以放过我了吗 似乎是对传闻的反驳 当天下午张新宇方面也回应道 张新宇经济独立没有500万一说 然而发出微博不久 张新宇便删除了留言 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东新娱乐整理报道